发动机故障灯亮怎么办? 在开车时,发动机故障灯亮首先检查水温表,机油压力报警灯。 如果水温表和机油压力报警灯没有报警,那车子还是可以开的, 但此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,并及时开到维修站进行检查。 如果明显地感受到车辆存在故障,应立刻靠边停车,打电话请求救援。 造成发动机故障灯亮的原因有 1.燃烧状态不好 2.燃油质量不好 3.发动机气缸内部不干净,有积碳。 如果不及时解决,通常会伴随以下问题产生。 1.汽车排气尾气质量变差,污染环境 2.汽车油耗增加 3.燃烧室温度升高,磨损加剧,可能导致发动机早期损坏 4.发动机烧机油 5.发动机噪音增加,影响开车及坐车舒适性 4.发动机炙 stap